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怎麼樣去編譯一個程式 首先我說過我們的編譯程式是用開放程式 所以它是在最基本的情況之下 請你們先在Windows的附屬應用程式那邊 有一個叫做命令提示資源 命令提示資源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類似一個黑盒子 這個就是以前早期的我們剛剛說的DOS 它的介面 最早期的Windows沒有Windows的時候 就是用DOS介面在做整個作業系統的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打開之後 它就在游標那邊閃閃閃 它閃在幹嘛 就是在等你輸入資料 等你輸入命令 等你輸入命令 把那個東西 我們現在用一個會用 建議你們用這樣一個編輯 叫做 你們可以去找看看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上次有提過這個是一個Public Domain的軟體 叫做Nopad++ Nopad的英文 其實Nopad中文就叫做 叫做什麼 就是Windows的那個叫什麼 剛剛說什麼 記事本嘛 中文的記事本 那是Windows內建的 那這個Nopad++是外加的 那這是一個 你看它這邊也是一個GNU的 GNU的意思是代表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就是一個開放原始碼 所以這個是不用錢 所以你們上網去Google 把這個軟體抓下來 來使用它 那它有中文版 它有中文版 那這個好處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待會兒要使用的那個軟體 我們要使用的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當然現在看不懂 沒關係 我們以後就會介紹 好啦 這個就是你 就是在這個Nopad++ 就做我們剛才所謂的 先做Editing 做那個 做那個編譯 不是編譯 做那個叫什麼 編輯啦 做編輯 好編輯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到這個黑盒子 到這個黑盒子來 那這黑盒子 我們裡面 現在你們電腦裡面應該都灌好了這個編譯器 所以你可以先打 GCC看看 好你們先打GCC 然後按Enter 它會告訴你什麼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得到同樣的Message 叫做No Input File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代表這個 這Compiler是已經裝好了 編譯器已經裝好了 那我們 當然事先每一台都裝了啦 那以後你們要回家呢 要安裝在自己的電腦上也可以 那怎麼安裝呢 我們下午 實習課的時候再教你們 那順便教你們怎麼用FTP 所以GCC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要用的編譯器 那這邊代表你 理論上你GCC後面要加上你的 那個程式的名稱 那個電腦程式的名稱 電腦語言的名稱啦 那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到那個檔案所在的位置 那當然傳給你們 你們可能是把它放在Default 就是Default是放在哪一個目錄 所以接下來你就是要在這個黑盒子裡面 先把它移動到你的檔案所在的那個目錄 那以前我們在用視窗介面的時候 就用檔案總管 就是用滑鼠按來按去 就按到你要的那個檔案對不對 檔案的所在目錄嘛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 在這個的 所謂的命令提示資源裡面呢 你就要下指令 下指令去移動它 那怎麼移動呢 這裡面其實就簡單幾個步驟而已啦 幾個指令 像我們現在這裡面告訴你的 現在它前面的這個就是 你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C槽 懂不懂什麼叫C槽D槽知道吧 現在在C槽 然後一條斜線就代表它現在的目錄的位置 這個是C槽下面的目錄叫User 那User下面有一個子目錄叫做Administrator 類似這樣子 所以它會給你一個告訴你 它雖然沒有像視窗介面那麼 好像看起來很容易 但是它也會給你一些資訊 所以這邊代表你現在由標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C槽的User 然後Administrator下面這個目錄下面 那我現在如果要把它移動到 像我現在這個是在 我現在這個是在F槽 我現在是在F槽 那我就打F 然後打一個冒號 那我就會跳到F槽 那你們現在是在C槽 那你們那個好像是 下載是在D槽是吧 你們現在檔案是不是在D槽 對不對 那你們就打D冒號 那我現在是F槽 我就打F冒號 所以你看我的這個 就跑到哪邊 跑到F 啊 跑到F 那你們是D嗎 那你們就打D冒號 那你們是D嗎 那你們就打D冒號 要到那个目录下面去 我怎么打呢 它其实目录 我要改变目录 它就是Changing Directory 这是英文的缩写 CD 我要Changing Directory 改变目录 所以我现在要到F槽的哪里 当然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边 所以我要打CD CD就是Changing Directory 好 那我这个目录有点长 所以它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 我现在目录是在 我这个目录有点长 你看我的目录是热热等了没有 这边不知道你们看到看不到 它是在F的Teaching Computer C Language Corexample Chapter 01 Gas Number Gnu Linus 所以它的目录很长 但是它这个都是它的子目录 所以你看它这边有没有 我这边是一只下来一只下来 所以它这边有从Teaching到Computer C Language Corexample Chapter 01 Gas Number然后在Snash Gnu Linus 那你们的没有那么长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那个只是一个目录的架构而已 目录架构 所以那我在用档案总管我拉一拉就可以拉到了 但是我在这里面怎么办呢 我就要写CD 那我这是Teaching 我现在打Tea 那你不要全部打完没关系 它有一个帮你完整的 你可以按Tab 你看它自动就帮你打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我CD Teaching 我就是知道 反正这个子目录下面有什么 我就按一个Tab 就是那个键盘上面有一个Tab的键 知不知道 有一个Tab的键 有一个Tab的键按 它就到Teaching 然后呢 它在一个子目录下面 再按一个slash 它记得是backslash 不是这个slash 是back 是倒下来的backslash 这代表它的分隔 那我刚刚说过 是Teaching下面的什么 Teaching下面的computer 所以我再打C-O-N 然后再按一个Tab 它又帮你自动弄出来了 因为它这个目录下面 就只有这个名称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完成 然后computer在下面 忘记了又是什么 好啦 我们就先到这样 先到这样 我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中文的话 中文的话好像也可以打 是不是 哈喽助教们 中文的话呢 档案 可以为CD到中文的子目录 也可以是吧 那你就要在这边 我看一下 你要按control sheet 下面有跑出来 你就可以CD 看你要打什么 高 我随便打一个 这个我不太会打 随便打的是谷 那就CD谷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是可以 应该也可以用中文的 好啦 反正你就到你们的目录啦 好那我这边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我就用CDcomputer 然后computer下面的 乐乐等 C codeexample chapter01 我这个好长 我的子目录有这么长 所以你要CDCD一支CD下去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打 就是刚刚说的CD TeachingComputer 然后一支下去都可以 但我这边只是一步一步这样去打 所以CD就代表在里面去改目录 改目录的位置 那你们如果是中文的话 你就CD那个中文的 指目录的名称 好啦 现在有没有到你们所放的 档案的位置 有没有 有没有 到哪里了 接收档是吧 好 那你到了你所在的那个位置 就是你的那个 7层式所在的位置后 你可以打一个 你去check它这个里面 这个目录下面有什么东西 你打一个叫做DIR DIR就代表要把他的这个档案的名称 把它列出来 你打DIR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里面有一个叫做GasNumber.C 这个档 那就代表这个档案 现在是在这个子目录下面 打DIR 那你看看你那个接收档 那个子目录下面有没有 DIR下面有 打DIR之后有没有刚才的那个GasNumber点击 打DIR 英文的 不是中文的啊 有 有 要空一个 不用 直接打 有没有GasNumber 有没有 所以我们是接收档然后直接DIR 到那个目录下面 然后打DIR 接收档 对啊 CD接收档 按Enter啊 有没有 现在他前面的这个 就是告诉你现在所在的档案 所在的目录 目录的位置啊 然后你打DIR 就打DIR 就看看里面这里面有什么 这个目录下面有什么东西啊 你有没有看到GasNumber 有 有没有 都到了吗 好 所以以后你们会用这个里面的带最常用的就是CD跟DIR 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命令 但目前还不太需要 都到了吗 都到了吗 好了齁 那接下来 你就开始去编译他 刚才说你可以先用那个 你可以利用这个NotePad++ 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个档案打开 那你看看他这个NotePad++ 哇这上面被遮住了 反正他这边也有一些 也有他的这个目录的位置 然后这边被遮住了 好你就打算编译好之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打GCC 然后控一格 然后那个档案的名称叫做Gas 那Gas太长了 你就打GasGu 然后按Tab 他就直接把全名就写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 如果这边太低也看不到啦 我们直接 他还有一个comment叫CLS 就是把萤幕清干净 CLS 可以记一下 CLS就是把萤幕清干净 就让他跑到最上面啦 然后你就打GCC 控一格 Gas Number 点C 好啦 这个就是编译器喔 所以开始那个NotePad++ 就是做编辑 编辑C 编辑好了之后呢 你就要 你的那个档案 这个档案名称的命名 知不知道 档案的名称命名 就是有主档名 跟他的副档名 对不对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 知不知道档案的命名 要有一个主档名 跟一个副档名 知道吗 那C的话 都要写成点C 点的意思就是副档名 副档名都要点C 点C 它不是像DOC 像那个Word就是DOC 或者是PowerPoint就PPT 那它这个C的副档 C程式的副档名就是点C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字档 它就是一个文字档 好 所以打GCC 空一格 然后Gas number点C 然后按Enter 它就开始编译了 好 编译完了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不对 你再DIR一次 里面多出一个什么东西 刚才Gas number之外 现在多一个什么 A.ese A.ese 有没有 这个就是编译出来的执行档 编译出来执行档 好 到这里了吗 好了 编译完之后 我们说过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把它执行嘛 因为它是一个执行档 所以你看它的副档名叫什么 它副档名叫点ese E.ese就是一个可执行档 在这个Windows里面就是一种可执行档 所以你只要写 你只要在里面打A 先不要打A 我们再把萤幕清一下好了 CLS清一下 好 我只要打A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打A看看 它就开始run这个程式了 所以这个程式在干嘛 这个程式在让你 它告诉你 I have a number between one and one thousand Can you guess my number 就是猜什么 猜数字啊 好啊 那你就开始玩了 他会骗你啊 不知道 好啊 你就开始玩了 然后它就会一路的提示你 要怎么样 太高太低 有没有 GCC控一格 然后档案名称 我猜到了 这么厉害啊 跟课本一样 我跟课本一样 一样 一样 一样啊 一样四十二 高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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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这个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好 你猜到之后 它 它告诉你什么 再玩一次 他问你要不要再玩一次 对不对 那你要玩一次 你要写什么 他变了 写一啊 对不对 写一就继续玩了 写二呢 就不要玩 就这样子 这就是你的命令电脑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你现在打A 有没有 他要我打来不 好玩吗 还不错 好玩吗 会玩吗 有没有玩得很痛快 No就不要玩 如果你打No不要玩的话 它就会跳回来 跳到哪里 跳到原来的那个黑盒子 所以这边 刚才好像说是多少 42啊 42就猜中了 然后如果再玩一次 468 然后再一次呢 再一次多少 你们猜的第二次 你们猜第三次的 第三次多少 335 好 然后按2就跳出来 对不对 跳出来就回到这边了 好啦都玩过一遍了没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C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过程 程式写好之后编译 编译完就反正一个执行档执行档就让它就这样 有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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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你后来有没有做 你要打这些东西也好 打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还会再讲 好啦这个过程知道了 现在知道怎么样去把一个已经写好的C程式 就是透过编译器把它执行 然后呢 执行完看它的结果就这样 OK 但是这个题目简不简单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叫你猜数字嘛 对不对 它的逻辑简不简单 好你告诉我写这个程式的逻辑是什么 你可以用一个很有顺序很有次序的话告诉我 这个程式它的逻辑是什么吗 是不是应该要先程式要先要求使用者输入资料 有没有 你一开始他不是要问你吗 I have a number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猜嘛 Please type your first case 所以他要让使用者去输入资料 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什么 1到 他一个提示 这个都是叫提示资源 提示的意思就是给他资讯 让他知道要输什么嘛 输什么 1到1000个 1到1000个 这个1到1000的整数 其实这边应该是整数 当然了以后我们会谈到数字 其实不是只有整数 数字还有什么 还有时数 还有compress number 复数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就输 所以第一步骤要输入资料 输入资料之后 你接下来干嘛 其实 其实当然 电脑他先 先有一个number 像你 你第一次猜到43嘛 还42 42 42 42是怎么来的 42也是电脑来的啊 所以你的第一步骤 应该先去 generate一个 所谓的叫做乱数 一个乱数 就是从1到1000 电脑自己随便去选一个号码 那他正好就选到42 好 电脑先选了号码之后呢 然后你接下来再去输入一个号码 输入一个号码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 判断 接下来就要判断啊 就要判断他大或小嘛 我们先不要讲义乎什么 反正我们先用口语化的逻辑想法来想他这件事情怎么做 接下来怎么做 命令电脑去判断 你输入的值 跟42是谁大谁小 如果大的话就 如果这个数字比42大 你就给他一个提示字元 叫做太大嘛 对不对 好 如果比他小呢 就给他一个提示字元 叫什么 太小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再回到前面去让他输入第二次猜测嘛 对不对 第二次再猜 如果还是太大还是太小 反正就是按照刚才的那个重复 所以他会有重复的判断的动作 对不对 然后如果判断到他正好一样的话 就告诉他说恭喜你猜对了 然后接下来还同时问什么 要不要再玩 如果要玩呢 再拉回到最前面的步骤 继续再run一遍 如果不要就离开 所以这就是整个城市的设计逻辑就这样 这个有没有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你就先 当然这个问题现在是简单 那如果我们先把它很明确的去把它写出来 去把它写出来 就是说 你把这个想法先写出来 有时候我们在写城市的时候 就是说 你都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 都在我的脑袋瓜里面 都在你的脑袋瓜里面 有时候人的脑筋没有那么聪明 或是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当你碰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你通常把你的想法最好能够把它写出来 这个写出来就类似我们在所谓的 在盖房子在画蓝图一样 你有了蓝图之后呢 你是不是只要按照那个蓝图去施工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你想要盖到哪边就盖哪边 所以我们通常写城市一开始 你一定要先有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先用一种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语言的方式 就是我们了解的语言的方式去把它写出来 所以像以刚才的 以刚才的那个猜数字的number来看的话 这样看得到吗 你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用 像写作文的一样的概念 只是像作文一样有起层转合 你只是用写文章的方式 你都不要写什么 什么衣服啊 什么这种判断 你就先用写作文的方式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先产生一个1到1000的乱数 乱码 对不对 这样很简单吧 然后呢 那我们如果为了方便起见 也许我们先把说存入变数 因为你待会要比较嘛 比较总是放在一个变数上面比较好比较 不然就是说这个乱数这个乱数 那这样也很奇怪啊 所以我们先产生一个1到1000的乱数 整数乱码 然后存到这个变数叫Answer好了 是不是作文 起 开始起 然后启动嘛 接下来读取使用者输入的整数嘛 对不对 刚刚就说啦 读取使用者输入的整数 然后我们把它的读取的整数 我们还是把它存到哪里 存到一个变数叫Gas好了 当然这个Answer跟Gas随便你们取的啦 这个变数的名称是你们可以自己取的 那接下来就判断嘛 如果Gas大于Answer就显示什么 Too high try again 对不对 就这样 那如果Gas小于Answer显示Too low try again 对不对 这个就接下来两个判断啊 然后再接下来呢 上述两个判断只要有一个成立 我们就会要求使用者输入新的数字 然后并再次进行判断GasAnswer的大小 是不是作文 但是你就是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你不要在脑袋瓜里想而已 你们现在 我之前发现你们很多学长姐在写程式 就是都太轻忽的写程式 然后认为这个很简单都在我脑袋瓜里 我脑袋瓜里 像你们刚才看到这个问题 一定会认为说 很简单就在我脑袋瓜里 我想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当你要把它一步一步 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乱掉 所以最好能够把你们的想法 把它落实在文字上面 会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你才会根据你所学的 西的程式的语法 再根据你的逻辑 去把它这个程式完整出来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这边都是输入 都是一个叙述而已 那你就说这么stupid的东西 干嘛叫我写 就是要你们这么stupid 越简单的东西 你就越要把它写清楚 好 判断它的大小 尽再一次 最后如果 guess等于answer 那就显示什么什么 完成 然后询问使用者 要不要猜下一个 如果要猜 就从第一个叙述又再开始 然后否则去写出程式 对不对 很简单嘛 这个就是一个论 就是一个文章 你在写这个作文 你在写这个程式之前 你就等于先写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 包含你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问题的逻辑 你就要把你的解决问题的逻辑 要写在这个文章里面 那这个文章谁看得懂 你看得懂就好了 不是电脑 电脑要看得懂干嘛 电脑是要看西 电脑不是要看你这个 这个是要写给你自己看的 而且你要确定这个逻辑是对的 因为以后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虚拟程式 这个不是电脑程式嘛 对不对 这个是你的文字啊 这是你写文章啊 但是它就类似像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虚拟的 它是一个你自己看得懂的 你自己看得懂的一个 所谓的程式嘛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虚拟程式嘛 当你把这个虚拟程式嘛 写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依照这个东西 去搭配C的程式语法 去把整个这个问题就把它写出来 写成C language 这个就是虚拟程式码的概念 那当然虚拟程式码 我们其实讲义还有一个 就是说虚拟程式码 它通常还会可以把它再进一步 转化成叫做流程图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有 叫flow chart 这个当然是比较 比较白话一点的 比较白话 不是文言文对不对 白话文跟文言文不是在正 但你要写成文言文 你看得懂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一个你自己可以看得懂的 一个比较平铺指数的一个迅速 那你也可以再把这个东西 转化成流程图 那转化成流程图里面 就必须要搭配一些流程图的符号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流程图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画过 有 你有学过习家这样 其他人有没有画过流程图 有没有 有给我一个sign嘛 你们都不回应 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流程图其实也不难啊 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这也在你们的 也放在那个网档上面 好 因为时间也不多 这边我们刚刚谈的那个虚拟程式码呢 英文就叫做许多扣 这个英文稍微记一下 叫许多扣 那许多扣可以跟flow chart可以是搭配的 它其实是可以搭配的 好许多扣我们把它叫做虚拟程式码 那本身它没有一定的形态呢 就反正能够用文字叙述有条理的 能够把整个程式的运作把它描述清楚 这就叫做虚拟程式嘛 这叫许多扣 你不用考虑语法 变数形态都不用管它 你只要把那个逻辑 focus focus在那个逻辑 解决问题的逻辑 把它讲清楚就好 然后再从许多扣可以转换成程式员 那这个转换你要从刚才所谓的 类似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许多扣 转换程式员 这个过程中间还要考验你个人的逻辑能力 就是你要把它变成英文嘛 就是你懂的这个意思 你要把它讲成英文 就像刚才那一段话 你要把它写成英文 你要不要翻译 你翻译的过程 你要不要有一些follow一些固定的逻辑 要嘛 所以要把从许多扣转换成程式员 就是你要个人的逻辑能力 还有你的对程式的语言 你是否熟悉它 那是否熟悉就看你们个人平常有没有去练习 因为写程式语言这种东西就像练习英文一样 你常去练习它你就会比较什么 frequency 你就比较流利啊 你如果不常练习 你讲英文就啊啊呜呜什么的 就讲不出来 懂不懂 所以写程式语言就跟学一般的语言一样 要常去练习它 要去熟悉它 那接下来当然你如果要把它画成比较更清楚 就是flochart 那flochart就是用图形的方式 去把刚才的那个seudo code把它呈现出来 好 那flochart一般来说刚说都没画过嘛 除了你有画过之外 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符号 因为它是用符号来表示嘛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类似椭圆形 这个其实也不是椭圆形 这个叫什么形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形 你们叫这个什么形 花格形 反正就是这种形 类似椭圆形 它就代表程式的开始跟结束而已 很简单 然后呢这个类似平行四边形 就是输入跟输出 矩形呢就是一个运算程序 然后呢 零形就是一个判断决策 然后圆形是一个连接符号 那过程中间就是用一条直线 就这么简单 就这几个大符号在用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要判断两个数字的大小 左边这个就是用许多扣写的 右边这个就是用许多扣写的 这个很简单吧 比较 这跟我们刚才有点类似啦 所以我们待会下午的练习 就会请你们 用一些东西去做一些什么东西 类似这样 好 要判断两个数字大小 好 你用许多扣写 就是读取两个数字 那你把它存在A跟B 好 判断如果A大于B 就输出A大于B 如果A小于B就算A小于B 否则就输出A等于B就结束 就这样 对不对 很简单啊 那如果把它对应成flow chart呢 就是写一个程式开始 然后呢 这个平行四边形输入AB 然后判断 那当然这条直线 A大于B 喝个水 讲得太激动了 你们都不理我 他讲那么激动干嘛 好 如果这个 菱形A大于B YES 那就输出A 那输出A完呢 就直接回到结束 结束 所以这边直接拉一条线 那你可以直接拉到结束 或者是多一个那个 因为他这边还要接另外一个 所以用一个什么圆圈圈 然后来连接也可以啦 如果A大于B就输出A 如果NO呢 就是没有的话 就继续判断A小于B 如果YES的话输出B 继续过来 那如果也NO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 如果不大于不小于 那就什么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啊 所以就输出A等于B 然后结束 那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写法 sudo code写法 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 更有系统的方式 就是用flow chart的概念去写它 那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今天 看你今天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啦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两个都要 因为概念都一样嘛 你看看这边写的跟这边画的 有没有一样 它的逻辑是不是一样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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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如果用这个写 当然用flow chart写一般来说 以程式语言设计来说 用flow chart写是比较清楚的啦 比较清楚的 因为这个sudo code 大概你自己看比较清楚啦 那flow chart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因为它透过图形的方式去呈现它 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叫 一图抵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一张图可以抵 万字 外国人还比台湾人清楚 真的实在是 百文不如一件 跟这意思不一样吧 你搞错了啦 一图抵万字跟百文不如一件 差很多呢 一图抵万字 一张图就可以把你这边写的半天 就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啦 所以用图呈现有时候去语 还比较清楚啦 好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 有没有学过 这个你们国中应该有学过 有没有 怎么找最大供应数 有没有学过 怎么找 还给老师了 怎么找 供应数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供应数在下吗 在 怎么算 斩转相处法 斩转相处法是吧 短处 你叫短处啊 我们以前叫做斩转相处 反正我们有代沟啦 所以你叫短处法是吧 短处法讲给我听什么意思 怎么做怎么短 找一个数字 找一个数字 最大公备数 最小公备数 最小公备数 最大公备数 没有这个名词吧 是最大供应数 最大供应数 你们自己回想看看你们以前 国中 是国中学的吧 对 国中老师怎么教你们的 你把那个想法 把那个流程再想想看 其实刚刚说过什么 短处法是吧 是不是叫短处法 是吗 是不是叫短处法 应该是哦 应该是哦 还是都忘记了 好啦忘记就算了 反正 这个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 他其实用的就是两两相处 就是两个嘛 两个的话就是用两两相处 去找出他的余数 然后再用余数 去跟另外一个再处 一只处一只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斩转相处 为什么叫斩转 就是一直转来转去啊 叫斩转相处法 那其实你看他的流程 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流程的 SudoCode写成这样 他的FlowChart写成这样 这个你们回去自己参考一下 或者下午我们再来看好了